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李渊太元起兵 到最终建立唐朝当皇帝 主要是二儿子李世民一手策划和促成的 唐朝建立以后 高祖奉李世民为秦王 奉大儿子李建成为太子 秦王和太子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 而且手下有一大批人才 在秦王府中文有房玄林 杜如慧等号称十八学士 武的有玉池静德 秦书宝 承咬经等著名勇将 太子李建成 自己知道微信比不上李世民 就和弟弟齐王李源级联合 一起对付李世民 唐高祖李渊昏庸无能 他见李世民微信一天比一天高 十分不满 加上李世民不卖后宫妃子的账 高祖的两个宠妃 张杰瑜和尹贵妃经常在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 唐高祖便疏远了李世民 李建成便乘机想暗害李世民 有一次李建成 李世民李源级到城外打猎 李建成 故意让李世民 其他的一匹难以驯服的猎马 李世民刚骑上去 马便狂崩乱跳起来 差点没有把李世民摔死 一天夜里 李建成请李世民喝酒 享用药酒毒死李世民 李世民毫无戒心 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突然感到胸口疼痛难忍 接着就大口吐血 随从赶快把他背回西宫 喝了解药才幸免于死 唐朝初年 突厥经常侵犯边疆 李建成和李源级 想利用抵御突厥的机会 夺李世民的兵权 李建成在唐高祖面前 推荐由李源级率兵北征 高祖答应了 李源级又请求 将秦王府的御持静德 陈咬金 秦叔宝等猛将归他指挥 并调李世民部下精锐士兵 充实自己的部队 高祖也都一一同意 消息很快就传到李世民那里 李世民急忙找来 长孙无忌 御持静德等人 商量对策 大家都主张立即动手 先发制人 当天夜里 李世民调兵遣将 他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人 埋伏在玄武门附近 第二天一早 李建成和李源级一起去上朝 走到玄武门 发现情况异常 立即吊转码头往回跑 只听有人喊道 太子齐王为什么不去上朝啊 李源级回头一看 正是对头李世民 李建成急忙取公搭剑 一连向李世民发了三剑 都没有射中 李世民 李世民对准李建成 回射一剑 只听嗖的一声 李建成从马上摔下来 断气了 李源级急忙向西逃走 一面碰上御持静德 御持静德 一剑把他射死了 这时候 玄武门外 人喊马斯 东宫和齐府的兵马 正在攻打大门 御持静德 提着李建成 李源级的脑袋赶来 大喊道 奉圣旨 讨伐二贼 你们看 这就是他们的头 你们还为谁卖命啊 东宫齐府官兵 见两颗血淋淋的人头 果然是李建成李源级 便一哄而散 三兄弟火定的时候 唐高祖正带着大臣妃子 在乘船游玩 忽然看见岸上 有一个全副披挂的将军 匆匆赶来跪在地上说 臣是御持静德 太子齐王叛乱 齐王恐怕惊动陛下 特地派臣来护驾 高祖大吃一惊 盲问 太子齐王现在何处 御持静德说 已经被秦王杀死了 高祖吩咐吩咐游船靠岸 回头对大臣说 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 你们看怎么办呢 左右的大臣听到建成元级已死 旁边又有一个这样凶猛的将军 手拿兵器守候着 就顺水推舟说 建成元级本来就没有大功 秦王功得盖世 深得人心 理甘立为太子 高祖说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 御持静德盲说 外面还没有完全平静 请陛下降旨 要各路军队都接受秦王指挥 高祖立即派人传旨 结束了这场政变 三天以后 唐高祖宣布 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 国家大事 一律由太子处理 八月 唐高祖被迫让位 自称太上皇 李世民当了皇帝 就是唐太宗 历史上 把这次政变 叫做玄武门之变